东周系列连环化 韩元会战 秦 晋都是春秋时代的大国 秦穆公的夫人是晋献公的女儿 因此邦交十分亲密 这一天 晋国派人到晋国来报丧 说晋献公病故了 穆公问起晋国情况 尽使梁咬米摇头叹息 原来宪公生前听信宠妃离姬的话 逼死世子身生 逼走公子宠儿 宜吴 把离姬的儿子西齐立为世子 国内人心不服 宪公一死 难免要发生变乱 穆公关心的说 大夫放心 秦晋两国 痛痒相关 如果晋国发生乱世 秦国是不会做事的 梁咬米连忙败泻 梁咬米辞了穆公回来 走到半路 得到一个惊人消息 大夫里克和批正负已经把西齐杀了 他记起了穆公说的不会做事的话 便日夜向晋都匠城赶路 赶到匠城的时候 大夫们正在会议 原来西齐死后 他们便去请公子宠儿回来做国君 但宠儿觉得这样做不光彩 不肯回来 梁咬米主张去接宜吾 李克说宜吾这人 气量小 爱钱 没有信用 梁咬米说 国家没有君主 他来了可以安定人心 免得发生乱世 他的话说动了重大夫 李克也指得随众行事 派了梁咬米和图案仪去迎接宜吾 宜吾跟亲信的旅省 系瑞必居在梁国 已得到国内变乱的消息 正打算回来正位 听得有人来接他 高兴地拍着额头说 老天爷保佑 把江山从崇儿手中夺给我了 系瑞教他收买人心 主张要崇赏李克和批正负 取得他们的支持 同时请求秦国出兵护送 如果秦国答应 那才安全 宜吾听了 只是点头 他接见了梁咬米和图案仪 谢了又谢 又给李克和批正负写了信 让他们带回去 答应在回到晋国的时候 就把焚羊地方赏给李克 富奎地方赏给批正负 梁咬米和图案仪刚去 秦使公孙芝到梁国来见义吴 义吴喜上加喜 亲自出来把公孙芝接到府中 义吴问起来意 公孙芝说 晋国的军位直到现在还没有定 日久恐怕要坏事 如果你愿意回去的话 秦国答应帮忙 义吴把公孙芝送去休息 便来和吕省 细瑞商量 吕省说 秦国人出兵送你 还不是想的些好处 我看 可以把和西的五个城池给他们 免得他们变卦 义吴心寒舍不得 说 五个城 太多了吧 细瑞说 吕公的话说得对 公子不回国 就一尺一寸土地也得不着啊 送掉的地方不要可惜 这一番话说得义吴连连点头 当晚 排下沿袭招待公孙芝 久过数巡 义吴捧了地气 送到公孙芝面前说 这五个城 义吴愿意献给贵国作为酬谢 公孙芝本没有索取报酬的意思 慌忙起身 代要推辞 义吴把手一招 出来一群手捧礼品的随从 义吴说 这一点小东西是送给大夫的 请你在秦军面前多多说好话 公孙芝眼看义吴满面得意 就不再推辞 索性一起收下了 公孙芝回到秦国 建了穆公 说起义吴为人 觉得不配做国君 穆公说 晋国没有国君的时间已经太久了 把义吴送去再说吧 就派公孙芝带领两百辆兵车 送义吴回国去 公孙芝整顿车马 刚要动身 秦夫人送来一封信 叫他带给义吴 要义吴在即位以后 把逃亡在外的晋国公子迎接回国 好好安顿 公孙芝到了梁国 把秦夫人的书信交给义吴 义吴恭恭敬敬地看了信 向西方拜了几拜说 义吴一定照着夫人的意思办 绝不违背 当下写了回信 派人送到秦国去 义吴在秦军护送之下 向晋国出发 晋国的大大门把义吴接近将城 未进惠公 他把亲信的吕省 系瑞封了大官 对别的人却没有什么封赏 从前答应给李克和批正负的土地 连提也不提 公孙芝留在晋国 等待交割和西武城 惠公却又舍不得起来 吕省说 当初为了不能回国的缘故 所以做了人情 现在既然回来了 何必白送土地 李克见到 主公刚即位 怎么好事信用 系瑞认为晋国的土地都是血战得来的 不能轻易放弃 李克则问他 那当初怎么随便答应呢 答应了 又不给 秦国其肯甘休 系瑞赫道 李克是想要焚羊的土地 所以借了秦国的事情再说话 李克还要分辨 旁边的批正负用B绑推了他一下 他才不想了 惠公便叫旅省写信给秦国 只说割地的事情 因为大臣们都反对 要过一个时候再办 写好书信 惠公挑选使者 吕省 系瑞都不愿去 批正负想 对秦国还失了信 哪里会把富奎的土地给我 就到秦国去商量个办法 出这口怨气 便讨下了这个差事 李克忍了一肚子气 回到家中 闷闷不乐 第一天 派人去请批正负来说话 哪只批正负只怕 会供三心两意 生什么变化 一早便和公孙芝一同走了 李克兴急 坐上车子就追出城来 批正负已经走了半天 哪里追得上 他只得懊恼地回来 他的行动 早被系瑞派在案里监视的人看到了 系瑞把这件事报告惠公 说李克不怀好意 还是趁早除了他 免得出事情 惠公想了一会儿 拔出宝剑交给系瑞说 那就交给你 你见机行事吧 系瑞来到李克家里 说惠公不敢忘记他营主的功劳 但要追究他善杀西齐的罪 李克愤愤地说 不杀西齐 以无哪来的回国为君 系瑞冷笑道 千对万对 就是弑军不对 李克接过宝剑 仰天大叫道 要想杀人 说什么都是你们的理了 爸 爸 看你们这般负心贼怎样下场 便横过剑锋自杀了 李克死后 惠公去了一块心病 担心的是秦国不好对付 想把流亡在外的公子召回来 敷衍一下秦夫人 可是听系瑞一说 又怕他们回来要生事 便索性丢下了 只是派人去探听秦国的动静 再说批正负到了秦国 朝见木工 说了惠公的意思 把秦国的文武官员气坏了 大夫冷治说 以无不守信用 简直是骗子 大将白以炳教道 晋国不给 我们出兵去拿这五个城池 上清白礼系道 秦 晋是亲戚 我们送以无回国是要安定晋国 不是为了土地 不能因此伤了和气 叫人见笑 木工大喜道 这才是我的意思 便叫人好好招待批正负 第二天 木工备了挤车礼物 派冷治跟批正负到晋国打礼去 又把惠公从前立的地器 交还批正负 批正负员要把一肚子委屈 告诉木工 看了这个样子 就开不出口了 批正负和冷治一路上 谈谈两国的情况 十分投机 这一天到了匠城郊外 得到了李克被逼自杀的消息 批正负大惊 便想转回秦国 再做商量 可是想到儿子批报 现在匠城 这一走一定要累他受罪 只得硬着头皮 进城来建惠公 交了差事 批正负回到家中 把批报叫来 详细问了李克自杀的情形 心想 李克和我同工一体 系锐放不过李克 就也放不过我 要带逃亡 看看这一家老小 又怎么放得下 过了几天 冷治动身回国 批正负送到城外 拉手长探道 今天与大夫分别 恐怕在没有相见的日子了 冷治劝慰了一番 答应回去告诉木工 设法保全他 批正负恋恋不舍 送了一城 又送一城 直到傍晚才回匠城 只见迎头一蹴人马 拦住去路 中间走出了旅省 立声喝道 拿下 武士把批正负绑了 批正负大声叫道 我有什么罪 旅省喝道 你结交秦始 要理应外合 扰乱国家 主公有令处你死罪 不由批正负分辨 便叫武士行刑 旅省杀了批正负 又去捉他的家属 批报推倒一堵土墙 攥在草丛里面 才逃脱了性命 批报连夜出城 逃到秦国 建了穆公 哭倒在地 要求穆公出兵 讨伐不仁不义的会公 穆公说 一无是个气量狭小的人 但战争是大事 要费更多的财力 死更多的人 我不能为了这些事 惊动两国的百姓 便留下了批报 让他在秦国做了大夫 秦国与列国和好 连年太平无事 国是十分兴旺 这年秋天 穆公在梁山地方 受了一次猎 晚上就在山里扎营住宿 不料一夜过去 穆公车上的吉匹马不见了 这些马都是挑选出来的千里居 不易得到 因此穆公派了随从 四面去追寻 有一路寻到奇山下 听见树林里人声喧闹 过去一望 只见几百个人正在杀马剥皮 就知是偷马贼了 可是他们人多势众 不敢去惊动他们 随从报告了穆公 请求派兵去 穆公沉思了半赏 叹道 马 已经死了 何必为了马再去杀人呢 他想到吃马肉不喝酒要伤身体 索性叫人打了几十谈好酒 去送给这些人 这一来 偷马的人很感动 原来他们都是晋国的百姓 只因闹了灾荒 才冒死过境来偷了马匹充饥 万想不到秦国的国君是这样宽宏大量 晋国的灾荒闹得不小 惠公想到秦国去买粮救急 又觉得从前失了信 现在开不出口 戏锐道 且去试试看 要是他们不答应 那是他们先不讲交情 我们的武作成就不用给了 惠公听从了他 就打发大夫庆政到秦国采办粮食 秦穆公听了庆政的话 就与群臣商量 群臣议论了一会 大都主张不答应 批爆气冲冲地说 别给他们粮食 应该趁这机会打过去 好好地惩罚一无 穆公说 没良心的是晋国君主 饿肚子的是晋国百姓 我们不能因为国君的罪恶 让老百姓吃苦 便答应了庆政的请求 秦国开了粮仓 准备了车马船只 车接着车 船接着船 把几十万弹粮食 从水路两路运到了晋国 帮他们渡过了灾荒 隔了一年 秦国闹了灾荒 晋国倒是个大丰年 穆公对大夫们道 幸亏去年我们帮了晋国 要不然 今年就没有脸向他们去买粮 便收拾了金银财宝 派冷治到晋国去 冷治到了将城 建了惠公 说明了来意 惠公含含糊糊地敷衍了一会 就把冷治送到公馆里去休息 他召集了几个大夫商量这件事 吕省 系瑞都劝他拒绝 庆政见道 去年我们闹开灾荒 靠了秦国的粮财度过 今年怎能看他们受饥饿呢 吕省说 买粮 我们是花钱的 这算什么恩惠 系瑞说 最好趁这个机会 打到秦国去 至少可以拿到几座城 惠公开始还打不定主意 后来却越听越觉得有理了 他们商量妥当以后 便拒绝了冷治的请求 冷治再要开口 吕省大鹤道 前回你跟批正负勾结上了 要理应外合 今天又来干什么 你秦国要吃晋国的粮 除非用兵来拿 冷治满腹气愤 出了城 又听到晋国正在调动人马 准备向秦国进攻 他大吃一惊 便马不停提地赶回秦国来 他把这情形一一报告了秦目公 气得目公睁着两眼叫起来 天下竟有这样的复心人 秦国的大夫也都气得咬牙切齿 主张跟晋国间隔高低 目公挑起了400辆兵车 派批报为先锋 亲自率领了白里希和公孙芝 西起树 白仪丙等 浩浩荡荡 杀奔晋国来 消息传道将成 惠公跟大夫们商量起来 系锐道 怕什么 秦国的那些鸡兵恶族 只要把他们衣扫就扫光了 庆正见到 我们确实对不住秦国 怪不得他们 我看还是求和得好 惠公怒气勃勃地道 尽是堂堂大国 怎么能向人求和 便要杀庆正 吕省做好做歹地劝了一阵 惠公才暗下怒气 要庆正随军出发 立功赎罪 不然 两罪并罚 休想宝的生命 惠公检阅了兵马 得意洋洋地对庆正说 有这样的军队 还能向人求和吗 庆正答道 两军交战 有礼的得胜 单靠勇敢不一定有用 惠公大怒 叫人把庆正赶走 不许他留在中军 他留下旅省 系瑞守城 亲自带了600辆兵车 往西出发 一路上街道三次败报 说秦兵已经过河了 禁军急急慌慌赶到 韩元地方下寨 惠公派了大将韩俭 去探听秦军的虚实 韩俭探听了回来 说秦军人数并不多 可是士气很高 惠公问他 这是什么缘故 韩俭道 秦国上上下下都觉得 主公对不起他们 怀着怨恨而来 士气自然旺盛了 惠公大怒道 这些都是庆正的话 你怎么也说起来 两军还没有交锋 怎能说我不如他们 马上派了使者 往秦营去下战书 当天 使者带回了 穆公的父亲 上面写着你要做国君 我们出兵送你 你要买粮食 我们开仓给你 今天你要战争 我们也不敢拒绝 还批着明日会战四个大字 第二天一早 两军在龙门山前摆开阵势 不久 进军中鼓声大阵 先锋图案仪手持一条混铁枪 耀武扬威地出阵讨战 秦阵中冲出了大将白衣炳 接住图案仪交锋 苦斗了五十多个回合 不分胜败 两人杀德兴起 都跳下战车 弃了兵器 扭成一团 图案仪说 我与你拼个死活 要人帮的不算好汉 白衣炳说 我正要独守秦你 拿不住你就不叫白衣炳了 会公传下命令 把大军分成两路 大将韩简带领左军 他自己统帅右军 合为冲阵 在秦中军会师 单说会公带了大将加葡萄 西部阳冲进了秦阵 刚好撞上公孙芝 那公孙芝有万夫不当之勇 加葡萄上前斗了三合 便招架不住 会公见了 叫西部阳驱车上前 带要亲自驻站 不料公孙芝猛然大喝 有本领地一起上来 这一声喝 就像半空里起了一个霹雳 给会公拉车的小四 不曾上过战场 被公孙芝这一声喝 吓得乱蹦乱跳起来 车手驾驭不住 只得车随马转 一下子竟连马带车 一起陷进了烂泥潭 西部阳用力鞭打 那些小马儿还是拉不出兵车 秦兵却从四下里围裹上来 一片声叫捉一吾 正在危急的时候 庆正洽从前面经过 会公大叫道 快来救我 庆正朝他望了一望 说道 主公把我赶出中军 我怎敢进来 主公稳坐小四吧 请等一会儿 我叫人来救你 庆正赶着车走了 兵士们也纷纷逃散 会公莫奈何 只得叫戏部阳 把他扶下车来 会公君臣正在泥潭里挣扎 秦军已经把他们四面围住 会公到此有力难失 只得束手救秦 公孙芝把他和家葡萄 细部阳一起押回大寨去了 再说尽将韩剑冲进了秦中军 与西启树战了三十余和 不分胜败 呼听的鼓声震动 尽将梁瑶米引军杀到 西启树心慌手乱 被梁瑶米一几次下来 韩剑叫道 不要逃走了秦木工 梁瑶米丢下了西启树 和韩剑合在一起 向中军杀来 木工逃到了一个山澳里 前无去路 后有追兵 不禁叹了一口气 我今天反做了晋国的俘虏 难道真的没有天理了 忽然正膝脚上一片喊声 冲进一伙人来 那伙人一个个棚头露壁 脚穿草鞋 手里拿着大砍刀 腰里挂着弓箭 将禁军乱砍乱杀 韩剑 梁瑶米慌忙迎敌 又见北面来了一辆兵车 车上的庆政正在高声大叫 主公被秦军围困在龙门山下 快去救驾 韩梁两人听了 不禁心慌意乱 赶忙撇开了秦木工 和那伙混世魔王 便向龙门山奔来 他们赶到龙门山 才得知惠公已经被俘虏去了 韩剑顿脚道 刚才不放走秦军 还有个抵押 现在怎么办 梁瑶米说 主公已经被俘 我们还打什么 还是自动到秦军大寨去 跟主公在一块 两人放下武器 投向秦营去了 龙门山下 死伤痕疾 进军无人指挥 四下乱奔 600辆兵车 大多投降了秦军 小古零零星星地 奔回晋国去了 再说木工脱了险 西起树也给就回来了 木工问那伙壮士是哪来的 壮士们说 主公忘了吗 我们就是在梁山偷马吃的那一伙呢 木工叹道 百姓是有良心的 做国君的遗物却没有 木工要留他们做官 又要给赏钱 壮士齐声说 我们是感谢你从前给的恩惠 不为做官发财而来 一点也不受 静自去了 木工回到大营 才知道已经捉住了惠公 这时候 兵士们把白衣炳和图案仪抬了进来 这两人已经气尽力竭 都昏了过去 木工脱下了锦袍 亲自盖在白衣炳身上 吩咐白礼西带了一队人马 先送白衣炳回国去医治 又派公孙芝带一队人马 把惠公押回秦国去 晋国的大将都捧头垢面地跟在后面 向秦竞出发 大军回到雍州 木工召集群臣 商议处置惠公的办法 有的主张把他拘留起来 有的主张杀了他 把崇尔送回晋国去继任军卫 木工说 拘留他对秦国没有什么利益 杀了他要引起晋人的仇恨 崇尔跟他是弟兄 也会怨我们 只要他能够认识错 还应该放他回去 他派人去告诉惠公 秦国上上下下都恨透了你 只因为是婚姻至亲 所以不算旧账 放你回去 惠公满面羞愧 自愿交割和西武城 并把世子子宇叫到秦国做抵押 过了两月 木工释放惠公军臣回国 临走还送了一桌招待国军的酒席 给他们践行 惠公拖了囚笼 一路上悔一会 恨一会 这一天到了将城 早有旅省 系瑞率领了留守群臣出交迎接 惠公正在惭愧 忽然一眼看见了庆政 他不由心头火起 立刻把庆政叫到面前 大鹤道 你居然还敢来见我 庆政面不改色地道 当初我再三说求和的好 主公如果听了 哪来这些屈辱 我是对得起主公的 为什么不敢见 惠公气得浑身乱颤道 你知道死罪吗 庆政道 知道 我有忠言 而不能使主公听信 这就是我的死罪 请主公杀了我 叫人家都知道忠言是有罪的 惠公不能回答 叫人抓了庆政 押尽将城 第二天 惠公做了朝 叫梁瑶米述说庆政的罪 梁瑶米指着庆政道 秦尽交锋 出征将是死的死 伤的伤 伏的伏 只有你不死 不伤 不服 逃回国来 这就是你的死罪 庆政大笑道 大家听吧 今天我面对着死 一点也不怕 这种人会临阵脱逃吗 我们为什么拜 只因为主公气量小 爱钱 不守信用 骄傲自大 倘然不能改过 杀了我庆政也没用处 惠公竟把庆政杀了 这一来 全国上下都不满意惠公 晋国的国事也就一天一天衰弱下去 直到贤明的公子从而回来做了国君 方才改变了形式 那是后事了 我来做了个热服的旅行 为什么我来做了 你还先出现 我来做了个热服的旅行 我连过了 你干得 hey 我想到我的脸